愛喝手藥杯飲料的朋友要注意了 因為衛福部手藥署將從今年6月開始 推動基改食品標章 只要任何食品的原料 有超過30%基改作物都需要標示 不過像是手藥杯飲料 因為算是散裝的產品 所以不用標示 有醫師就擔心 許多飲料裡面都是使用基改的玉米糖漿 如果不標示 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還是會吃相大量的基改食品 插入吸管大口喝下 不管冬天還是夏天 台灣人就是愛這一杯 不過醫師提醒 這類的手藥杯飲料裡頭加的 多半都是使用基因改造玉米 做的玉米糖漿 喝多了不只會發胖 恐怕對身體也會有影響 基改的食品或基改的食物的話 整個蛋白結構不一樣後 消費吃下去後 可能會有過敏的反應 如果說消費者或小朋友 有過敏體質的話 吃了基改的相關食品的話 就算一點點也會導致過敏的反應 民眾擔心基改食品 對人體會有不良影響 食藥署也將從六月開始 要求市面上所有 只要含有基改原料 超過3%的商品 都要在包裝上標示清楚 不過像手藥杯飲料 台灣每年賣出超過10億杯 銀額高達400多億元 但因為算是散裝食品 所以不管裡面用的糖漿 是不是基改產品 都不用標示 我們要標示的是直接用到 基改原料的那種產品 它是間接在去用到的部分的話 手藥杯本身不用標 基改的產品超過3%以上 就應該要標示 那如果說我們的玉米果糖 都來自基改的玉米 可是你沒有要求它標示 其實這也是不對的 由於成本考量 全球的玉米糖漿 幾乎都是由基改玉米加工製成 一時表示 手藥杯算是散裝產品 但還是應該要針對裡頭的原料 進行標示 讓消費者可以選擇 月底AV 蔡炳如 楊仁祥 台北報導